這個Sir Howard Hatchkin 他上個禮拜過世了 所以我想今天就簡單的 跟他做一個紀念的簡單的影片 那這是紐約時報的副文 他說Whose paintings were coated with emotion 那Sir Hatchkins是在1932年出生的 他的父親是ICI的 ICI是在十幾年前 都是一個英國的大協帝國化學公司的經理 實際上來講應該是職位蠻大的 那他母親是有點像是在英國司法部的部長的女兒 那他是家庭主婦 所以在1940年代初的時候 他家他母親就帶他跟他的妹妹到 因為那時候是戰爭 倫敦都被轟炸 他就到美國去住了三年 所以他大概是七八歲到十歲的時候都在美國 那他成名也是在美國的人 那各位這個我為什麼會講他 因為我們這個禮拜一是印度的顏色節 那這個各位他背景後面的那個顏色 那種我說印度蘋果藝 那我知道他的副文以後 我自己去看一些到YouTube去看這個影片 非常感動 這個其實可能是八十歲左右的訪問 BBC跟他訪問稿 那名字就是說 A Picture of the Painter Howard Hodgkin 那個我們中文的翻譯就是 霍奇金先生 那這個為什麼這不特別呢 因為這個interview 這個Sahawad有一個要求 就是要那個訪問者跟他一起到印度去 那就是說他去印度在拍這個片子的時候 2012左右拍這個片子的時候 他去印度已經去二十八十 所以這個影片裡面 其實這個影片非常看見感動 他就去印度跟他講說 他受了印度什麼樣的影響 譬如說他到恆河裡面 有一家人就到恆河的那個岸邊那個堤狂 那就那個哈琪眼神就講說 你看那個他家的那個衣服穿著那個衣服 整個家人穿著那個衣服 那種顏色都是因果看不到 他就是這個黃昆影片就帶他到 這個在印度裡面的感動他的 譬如說他畫了很多夕陽跟褲癡 那都是在孟買的外海 寶貝的外海 就是你可以感覺到他畫的這些東西 其實就是跟印度有非常多的很密切的相關 所以他就要求這個片子 這個要求說BBC的記者跟他一起到印度去 他給他看 那這個是前幾年 前幾年他的一個大作品 就是在新德里的一個英國 Vritish Council 就是英國什麼 英國這個大使館 有一個圖書館 那這些樹這個是大理石 跟那個白的跟黑的這樣交錯 怎麼這裡是黑的這裡是藍的 我這個顏色可能有點起 應該是黑的 奇怪 那這個是這個整個的圖案是 Hatchkin先生設計的 那他找的這個是印度的一個建築書 就是Charles Corillas 他們設計的這個圖書館 那這個的話就是把那個石子磨成粉 那把它這個弄在這個整個牆面上 所以這整個的這個圖案 是Hatchkin先生設計的 然後建築師是印度的這個 那這是他晚年裡面的一個很大的一個 很大的一個大的project 那英國給他一個這麼大的榮幸 就是在在首都的做了一個這個圖書館 那他的作品 我想等一下我們會去看他的很多的畫畫 就沒辦法解釋 只有你只不過欣賞 那這個蘇珊宋塔 蘇珊宋塔是十幾年前 過世的一個美國的文化的評論家 他說 Indeed, one might spend a lifetime Apare jaijin were having found so many ways of setting to exist 就是他的這個東西 有他很大的喜頁 畫這些畫畫很大的這個喜頁 這是蘇珊宋塔在評論他的一些畫的東西 那我想就這個蘇珊宋塔的 這個牧有名的 19 2004年在科士 那這個牧是在這個拉里 這是畫柏人 那他寫的論文就是 The way we live now 這意思就是說 他的畫其實跟當代是有很密切相關的 那這個 這個Gran Dixon 寫他的一本 寫他的一本這個畫冊 寫他的四位 那各位可以在YouTube裡面看到說 他們兩個人在Cambridge大寫牙 劍橋大寫牙的對談 那這個就在這個地方 那第一章就在講說 他的藝術很難歸類 有些人 我們可以看一看 就是說 這是 這是他的畫 你看都是比較晚期的 我仔細看一下 這只是讓我們感覺一下 那這是他年輕的時候 那這是 這本書 這本他的 所謂的 傳記裡面的 你看到 到2001年左右的這種年表 就這麼簡單 就一頁 那這是作品 那YouTube裡面可能有二三十個 關於他的 訪談的東西 包括 兩三年前 他的新的作品 送到香港去展覽 那各位看一看 這個的特別就是說 這個其實是仿造 跨國的這個修哈 修拉的這個東西 各位看這本書 就把它這個晃大 這樣子看 那感覺都是很不一樣 因為這個 我們 我們看了這個 這麼小的東西 跟他這個晃大起來 整個的筆觸什麼東西 都是很大的不同 這是 那他有一個特色 他的畫畫 雖然一幅畫 常常看 各位看那個 右下角的地方 有1998年到2000年 就是說 他在1998年到2000年 都在畫這一張畫 當然他還畫很多其他的畫 他的特色就是說 奏品都是由 這一張裡面 這個這一張裡面 是2002年到2003年 就兩年之內 都在畫 想到 那他把他的想法都放在他的腦筋裡面 那到他的這個 那個工作室裡面去畫 他的工作室裡面就是 就是 那個陽光很大 那這個一個人就在那裡 平常 平常 那這個是那個 2012年倫敦的奧林匹克 他們選了10個 10個這個藝術作品 這是Howard融選的 各位看一下這個在畫什麼 標題是游泳 感覺上他比較重視色彩 沒有在 不常調的圖案跟構圖 所以說 他說 有些人就跟他講說 他是調色大師 Colorist 他說這是一個 對他是很大的武術 他其實也是一個版畫的大師 那有一個interview 我就跟他講說 因為有些人 有些公司就叫他做做試做版畫 他說他從頭開始學習 怎麼樣做版畫 繪畫跟版畫是完全兩回事 那這個 這張圖 這是說 As time goes by 這張圖大概是6公尺 乘以2公尺 那麼大 這是版畫 他說他這一輩子在裡 不能夠做這麼大的這張圖 那這個裡面 這是一個藍色的版本 那這個是紅色的版本 這個就被那個 華盛頓的Philips Collection 收藏 那個館長跟他做一個很大的interview 那他就是在講說 你看他這個是版畫露出來以後 他還去用那個畫筆再去點 所以說那個館長就講說 這看起來像雕獸一樣 這個是一個6公尺 2公尺 這個很大的一個 他說他沒辦法 這個畫的功力太大了 他的助理都會想說 下次下一個步驟要畫什麼東西 就把那個椅子搬到那個地方去 讓他可以坐下來 各位可以看謊談 他八十幾歲的 他大概八十幾歲 八十幾歲的時候 他身體其實已經不大好 就是 所以他說他也沒辦法 再做這麼大的版畫 那個館長就講說 這一幅畫 這一幅畫 很像聖的這個 聽這個詩間的聲音 就像這個 這個是 十六十七世紀的這個畫國的 五典大師 他是用這個來講說 聽聽這個詩間的聲音 那這是謊談 YouTube的謊談 謊談在談論這個 他背後收藏的這個作品 OK 那Howard有一個很大的特別就是說 他收藏這個 印度的十七十八世紀的這個 這個門口的地狗時候的一些很多畫畫 那這個 他晚年就把所有這些東西 見證給這個 牛津大學的美術館 那牛津大學 不是說 那有沒有說 這個關鍵 英國 我不知道 牛津大學在2000年的時候 送給他一個榮譽博士協會 他就把這個 他收藏了 他到二十八世紀印度 其實都去很久 他就說英國冬天的時候氣候很不好 他就跑去印度 他就跑去印度 然後在那裡這個印度很多的東西給他 所以說 那牛津大學就講說 他是那個畫果的很多畫家 Bona跟Villa的傳承 我覺得這個 我送他的misleading 也去找了一些 那各位這個是 那個所謂的 After Villa 就是謊 謊照他崇拜的畫果的印象派的畫家 那他謊照這個印象派的前期 那右邊的話是After Degas 都是畫果的東西 那這個是原先的一個東西 那Degas的作品大概是這樣子 那各位看到他畫了蠻多的 70年代、60年代的時候 畫了蠻多的畫果餐廳 當然也有一個英國的餐廳 這是所謂的畫果餐廳 這瑪迪斯的這東西 那瑪迪斯的色彩 跟他的色彩 大概也可以比較 這是瑪迪斯的作品 瑪迪斯的窗子 的窗戶 都在YouTube的所有人 都專門在講他 他從窗戶看外在的世界 這個是POWER的作品 那這個是1984年 在威尼斯雙年展大荒異彩 他這個獨頂烘燒 他說觀眾跟他講 這是威尼斯1984年 觀眾看到這些東西 都會有點感動的話 他就認為說這是對他最大的讚美 這是他的工作室 這個MVC那個謊談 謊談到最後的時候 他就叫人把他 他平常都是這個 這些東西都是把他烘起來的 不給人家看的 那Hawar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說 他是不談他怎麼樣作畫的過程 他都是用說 這是professional secret secret 這是我的專業的秘密 就不能講 或者這是一個藝術家的這個秘密 就不能講 這是早期的 Hawar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早期的話 還有可以看到一些 比較大的這個 這個有點像這個人的這個形象 那晚期的話 根本就是都看不到 所以他的色彩 他的這個色彩大概是非常的 沒有圖像 沒有色彩 所以說我說 我說他的 有人就講說 他的廢話色彩意義充充 是抽象是表意 是韓系定的 戰鬥的戲劇 他說 我聽他講說他成名會成長 很晚才成名 曼公書戲 常常有一幅畫 畫了好多年 三十歲才開課展 之後我的畫性 讀書一字 你當代格格不住 他自己就是製成 製成一個這個 這些都是畫的出來 他的顏色 成半液體狀 讓畫面有許多小點或斑點 或塗層或記錄 隨意的揮灑成油性或黏性的東西 看下去好像很輕快 任意的揮灑 可是實際上其實是很用心的經營 一次又一次的讓人家修改 讓人家著迷 大家這個有講 他是世界中最偉大的意識家 他說這個是對他是無數 他不是調色師 那我想最重要的是 趁著這個機會 我來紀念這個 阿娃先生 那他上個禮拜過世了 那我們在這個禮拜當中 我準備這個的話 自己讓我感覺受益良多 那我想是各位在YouTube上面 有30部左右的他的片子 那各位可以去根據這個東西 進一步去你自己的這個追求 那今天就講到這裡